哈利利亞 感謝神的帶領 哈利利亞 祝福利亞 祿福利亞 我們繼續安息日下午的聚會 我們今天下午要一起分享的是 拿希兒的人生 我們每一個人一輩子只能活一次 從出生到死亡 這個叫人生 那人生很寶貴 因為每個人只有一次的機會 當你人生結束死了 你不能夠再來一次 所以怎麼樣過你的人生 會影響你這一輩子的意義跟快樂 那有的人一生過得渾渾餓 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 那也不曉得自己可以做什麼 那只是想活得久一點 不曉得人生的意義在哪裡 那很多人也很怕死 就像這個疫情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怕死的人 是怎麼樣來過這個生活 當然大部分的人都會怕死 但是卻不知道怎麼樣才活著 其實怎麼樣來活著 比活多久更重要 所以要怎麼樣來過你的人生 那我們來看民宿記的第六章 這裡整整的一章 記載了神告訴以色列百姓 你的人生雖然很平凡 可能生出來你不是一個祭司 你可能不配可以在聖殿裡面做工 你生下來沒有這個條件 但是你還是可以把你人生過得很有意義 你可以選擇做一個拿繫兒人 這跟你出生的條件沒有關係 是每個人都可以選擇去做的 所以到底拿繫兒人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生 所以到底拿繫兒的人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生 有什麼樣屬靈的意義在裡面 還有怎麼樣來做一個拿繫兒人 我們今天就從這些拿繫兒人的條件 來分享一些屬靈的教訓 我們首先來看民宿記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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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節二節 一節二節我們一起念 原來看民宿 看民宿記六章 安心說 慕美 看民宿記六章 護互 戶美 看民宿記五章 寿記六章 寿記六節 來看民宿記五章 我們先好了 我希望你都在有樂祖的 那什么是许愿呢 许愿就是你心里跟神 求一样东西或求什么事 那你很希望神能够给你 希望神能够催听 你会告诉神一些条件 当然神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给一些条件 祂才会催听 神是很爱我们的 我们不需要每次都要许愿 才可以得到神的催听祷告 但是在有些时候 你在祷告 你觉得不配得这个恩典 或者情况很紧急 你觉得普通的祷告还不够 或是你求神如果祝福这个事情 你答应神有一些事情你一定要去做 这不是神逼我们的 是我们自己愿意的 这个叫许愿 可能你嘴巴在众人面前讲出来 你告诉大家说 神怎么祝福佛 我就怎么奉献 你把他讲出来 或者你心里很郑重的跟神求神答应 你虽然没有讲出来 但是你心里真的是答应了神 这个就是一种许愿 那如果有人许愿 你就必须要还愿 你不能很随便的跟神许愿了 好像就不当一回事 我们来参考传道书 传道书5章 传道书5章5到6节 传道书5章5到6节 我们一起念 你们要怎么一起念 Kopram Nangkopramuja Kopram Som Komaui I Mabbon Jee Jee Bong Hai Tay Moon Lea Bong Kom Bag Ao Muat 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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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 Mok Ni Jee Ka Jee Ka Lom Tay Bong Ao Bong Ao Ao Bong Ao B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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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说我不小心讲错了 神一定已经听到你的声音 你答应了不去做 神就会生气 这里说神会败坏你手所做的 你做什么都不会得到祝福 不会得到顺利 所以不要随便许愿 答应了神就一定要去做 还有不要延迟 你不要说在我死之前 我再来还愿就好了 我不是不还愿 以后有机会我再做就好了 神知道你 所以我们不要用人的想法 来欺哄神 所以我们看回来拿戏尔人的愿 拿戏尔人的愿可以说是许愿里面最大的一个愿 那这里不是许愿说我献一只牛啊羊啊 或是捐一些钱 拿戏尔人的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我们看回来 我们看回来民宿记六章二节 六章二节我们刚刚里面过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愿 就是拿戏尔人的愿 那一般人许愿可能就是献了一些牛羊啊或是钱 但是拿戏尔人的愿是献上自己 但是献上自己并不是说把自己杀掉啊烧掉啊献给神 当然古代迦南人有一些宗教它真的是杀人来献祭 但是我们的真神并不是要我们这样子做 神接受这种愿叫拿戏尔人的愿 那什么叫做拿戏尔 在原文的意思它是分别的意思 那我们看民宿记六章的一节这里 第二节这边 圣经里面的注解它是说归主的意思 就是你把它分别出来 把它归给神 这是在你可以做到的范围跟一般人分别出来 把你的人生做了一些改变 那最重要的要从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开始 用这个方式来报答神 因为你觉得神爱你 你觉得献一些牛羊还不够 所以拿戏尔人的愿是一种感恩的愿 所以拿戏尔人的愿是一种感恩的愿 说实在比起来这个捐钱好像比较容易 你可能只是捐了钱 但是你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看外面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他很在乎你捐了多少钱 但是他不在乎你捐了钱之后 你的人有没有改变 但是我们敬拜的独一真神 他看重的是我们生活的改变 更重要的是我们心思的改变 所以拿戏尔的愿是一个感恩的愿 我们在生活上要感恩 也要感谢我们的父母 可能感谢你教你的老师 感谢你周遭的朋友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感谢天上的神 没有神我们哪有生命 没有神我们怎么有这样美好的家庭 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不同的国家 这也是感谢神 最重要的我们做一个拿戏尔人 他是一个感恩的表现 我们每个人跟人之间都需要感谢 但是不是只有一句谢谢就算了 你嘴巴当然要很甜来说谢谢 但是你也要有实际的行动来感恩 我们对人是这样子 我们对神更是需要这样 所以拿戏尔人这种还愿 是要用生活用行为来报答神 那拿戏尔人在圣经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一辈子的拿戏尔人 就是从出生到死亡 他就是拿戏尔人 这种就是父母替他洗的愿 将他一辈子献给神 在圣经里面有很有名的一辈子 都献给神的拿戏尔人 像在很有名的四世纪里面的参孙 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样的一辈子 在圣母尔 她也是她的母亲 哈拿在跟神许愿的时候 主要将孩子献给神 所以她出生之后就不剃她的头 他拿许愿神 赐给她这个儿子 她就将她归给神 再来新约时代的施洗约翰 他可以算是一个拿戏尔人 他一出生 圣经里面说他 清酒 农酒都不喝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人 一辈子都献给神 再把自己分别出来 那我们今天在属灵的新约的时代 我们也需要有这个全身能够献给神的人 像我们很多献身做传道的人 他们为了传扬神的福音 我们增加会在全世界六十几个国家 感谢神有这么多人献身来做传道 也有各种不同的弟兄姐妹 他们热心的献上不同的来献给神 这都是为了完成神美好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求神感动我们 也感动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愿意献上我们不同的能力来给神 第二种拿希尔人在圣经里面说的是他是短期的 有时候他求神帮助 他就做了一个月或是一年的拿希尔人 他不见得是当传道的 他不见得有这样的恩赐 但是从广义上来说 我们每一个归族的人都需要学习拿希尔的精神 我们来参考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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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念 我们一起念 九节 这里形容我们是被拣选很特别的一个主类 神在万能当中选择了你 然后你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 你不是一个普通的祭司而已 你有特别的身份 又是属神的子民 所以是特别分别出来的 所以这样广义来说 我们每一个分别出来归族的人 我们要好好来看一下民宿记六章所讲的 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拿希尔的 我们看回来民宿记六章 明宿记六章 明宿记六章 三节 明宿记六章 三节 明宿记六章 明宿记六章 四节 明宿记五章 明宿记五章 明宿记六章 你敢讨计 拿西爾人的第一個條件 跟飲食有關 這裡說不可喝任何形式的酒 不可以喝用酒做出來的醋 甚至不可以吃葡萄 葡萄乾 不可喝葡萄汁 所以神很清楚的告訴以色列百姓 不只不可以吃這些東西 不可以喝酒 那個到底有什麼意思在裡面呢 那我們常問說 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 聖經沒有說不可以喝酒 但是聖經特別講說 你不可以醉酒 本來不應該這樣說 如果你喝酒就醉了 不曉得自己在說什麼 emu應可 一滴都不要喝 那你飲酒是為了跟別人拼呀 別人鬥呀 那你更不要喝这个酒 那圣经没有说你不可以喝酒 喝酒可能本身不是罪 但是醉酒就是罪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拿希尔的 神对你的要求就更高了 不是你不可以喝 而是你为了分别归给神 你要放弃这些享受 这些享受本身可能没有什么错 但是你为了要分别出来 你为了要成为一个拿希尔的 就是为了你信仰的缘故 或是为了服事神的缘故 你愿意放弃这些肉体的享受 这种精神才是神所悦纳的 像我们今天年轻人也是一样 我们不是不可以做某些事情 而是我选择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不跟一般的同学一样 尤其是那些不荣耀神的事情 这必须要来托得 我们不爱 托尼罗奥的干托伴 或者对我们信仰本身没有帮助的 如果要来托尼罗奥的干托伴 我就分别出来我不去做 我们来参考哥林多前书 有没有规矩毕 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 全部读习抗摩摩摩摩摩摩 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 全部读习抗摩摩摩摩摩 十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念 23节 不是每一样事情都有帮助 不是每一样事情都有造就 保罗就曾经这么说了 如果我吃肉让人家跌倒了 那我可以不吃肉 那吃肉本身不是罪 但我可以为别人来牺牲 还有如果这个对我的信仰没有帮助 这种享乐本身不是罪 但是对我的信仰没有帮助 甚至会把我的信仰拉下来 会让我不荣耀神 那我就选择不要 比如说抽烟 抽烟本身是罪吗 圣经并没有说抽烟是罪 因为圣经没有讲到烟这个东西 有一个弟兄他信主之前他就抽烟了 那信了主他说他要戒烟 他觉得他这样抽烟没有荣耀神 抽烟当然对身体也不好 那以前他会抽烟再去教会 但很尴尬的是他身上会有烟的味道 所以他慢慢的警觉到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这个东西他可以为神来舍弃掉 那我们刚刚说这个本身可能不一定是罪 但是我们可以为了主 把这些不必要的享乐把它放掉 这就是我们刚刚在民宿记看到 哪些人他们不吃葡萄 不吃葡萄干这个道理 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想一想有没有任何东西 在你跟神的面前 我们来参考保罗怎么样来说 用每一个弟兄姐妹 北历比书三章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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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他以前不认识主耶稣 他抓住了世上的任何的事 他有法利赛人的地位 他也有当时罗马籍的身份 但是他认识主耶稣之后 他把之前这些都放下 他都不要了 他如果两样都要 他就没有办法追随基督 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 跟精神跟资源都是有限的 如果你不把那些 让你隔开你的信仰 或是让你影响你信仰进步的事情 把它剪掉 那你在信仰上就不能再进步 所以我们想一想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清酒浓酒是什么 他是放在你跟神之前 会影响你的信仰 比如说我们现代的生活 很多人被电视被韩剧所捆绑了 很喜欢看那个连续剧 因为觉得里面的内容 好像自己可以投射在里面 那现实的生活好像没有那么快乐 那借由不断的看这个剧情 好像把自己的人放到里面去了 那最后这个占掉你很多时间 影响了你去研读圣经的时间 祷告的时间 这就是影响你的清酒跟浓酒 还有我们这么多年 一直谈论的一个问题 在手机跟网路上的运用 我们每个人花在这上面的时间 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些人都已经好像喝酒中毒一样 当然玩手机本身不是醉 但是如果你被他吸引住 保罗那个时代当然没有手机 没有那么多的资讯 但是我们不要认为保罗跟随主耶稣是很容易 他也是要抛弃很多的东西 他为了要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我们刚刚所看的菲利比书的二章八节 他把那些万事已经看作是粪土一样把它丢掉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 很多人反而把那些事情抓在手上 那绝对是会影响你的信仰 所以拿西尔人的观念是一个改变 你把自己分别出来是要把一些东西拙弃 我们再来看民宿记六章五节 還要不要摸中間的年齡 中佛寶摸摸 民宿記六章 摳摸 中佛寶摸摸摸摸摸 五節我們一起念 五節 在它 阿們 這裡說拿希爾人 第二個要求 就是在当拿西尔人的时候 不能剪头发 这样参孙的故事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以当他长大的时候 头发非常长 那男人留头发代表什么 从圣经的角度来说 从圣经的角度来说 男人留长头发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我们参考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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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节我们一起念 那本性告诉你们 这个女人留长头发是他的本性 但是男人留长头发就比较奇怪 所以我们来看 拿西尔人为什么留长头发 他可能要为了他留长头发 受到一些羞辱 今天我们归主信主了 我们有时候要坚持我们的信仰 可能会面对一些人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可能会笑你 更不好的可能会羞辱你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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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记载当时使徒是教会的门徒 他们为了信耶稣受了很多苦 他们被打被吓到监牢里面 他们虽然被放出来了 但是可能大部分的犹太人也看不起他们 但是他们没有灰心 他们反而是很高兴很开心的 这里说他们是配为这个名受辱 也就是他们愿意为主耶稣的名来受辱 我们在台湾可能有一些发传单的一个经验 当你出去发福音的传单 有些人拿到很客气说 谢谢你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没有那么客气 他甚至在你面前就把那个东西丢掉 有些人甚至出口说得不好听的话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你为主耶稣受了这样的侮辱 我们做的是什么工作 我们是为神来做工 我们并不是做不好的事情 我们如果真的愿意做出来 神会纪念我们 我们是配为主耶稣的名做工的 我们再来看民数记六章 民数记六章六节到八节 我们来看民数记六节到八节 在這裡只有一名字是我們的心疼 那包括身邊 以往做 Cab00 在四代 那就是我们做一些小吃的相互来 我们做一些小吃的小吃, 操心, 我们做一些小吃的小吃, 我们做一些小吃的小吃, 所以我们说我们做一些小吃的小吃, приблиз。 这里说 拿西尔人就算他父母兄弟姐妹死了 也不可以靠近 因为那段时间他要把神放为最重要的事情 这是拿西尔人的规矩 那属灵什么是死的东西呢 死当然是从罪而来的 所以我们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 我们特别要为那些会让我们属灵死亡的东西 要离开他 要离开会引诱你犯罪的神的东西 离开神的东西 我们来参考罗马书八章 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 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 罗马书八章五 六节有没经验 罗马书八章五节 罗马书八章五节 罗马书八章五分离开播 善救уется 罗马وف八章六 title很 fashionable 体贴肉体就是死 肉体要你犯罪 如果你听你的肉体,你就死了 所以我们要远离这个 会让你灵命 可能会让你离开神 这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拿西尔人规定说 这些死的不洁净的东西 你要离开它 如果你有这种心 神就会保守你 神也会祝福你 我们再来看 回来民宿记六章 民宿记六章 十三节 十四节 明宿记六章 十三节 十四节 我们要聆训论 十三节 十四节 我们要聆训论 十三节 明宿记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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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会让神朝 网友 明宿记六章 明宿记六章 明宿记七 ج wary Ś归 reason 马上 云三节 这里特别说了 当你拿戏尔离俗的日子结束了 你要献上凡记 赎罪记 平安记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从一般人的想法 我今天很辛苦的当了一阵子的拿戏尔人 我应该得到一些奖赏 但是这里说的刚好相反 当你当完了拿戏尔人 你要回来献祭给神 还要来感谢神 为什么呢 因为是神让你有机会做拿戏尔人 你要求神来纪念你 如果不是神给你这个机会 你怎么有机会做拿戏尔人 这个跟我们的观念可能刚好相反过来 一般以人的观念来看 我为教会做了什么 那教会应该感谢我 那我奉献了这么多 那是不是大家应该感谢我 但是有时候这是我们人的观念 你忘记了你自己是谁 你只是一个人而已 神要用你 你应该谢谢神要用 你不要以为你的奉献 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神并没有欠你 神也不需要你的奉献 如果你有能力奉献 而你不去奉献 神会兴起别人来奉献 所以如果你今天可以奉献 无论是你的钱财 你的能力 你的时间 这都是神给你的机会 所以这里说 当拿希尔人的时间满了 他要带一些贡物来献祭 来感谢神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们最后一点来看 民宿记六章十八节 十八节我们一起念 十八节 这个最后一点也是改变我们人观念的很重要的想法 我们一般人的想法 我们人会怎么做 我离数的日子结束了 我好不容易留了这么长几公尺的头发 我要把它留起来 然后可能展现给别人看 那我就因为告诉别人说 我是当拿希尔人这么辛苦 留这么长的头发 这是人的观念跟一般人的做法 但是这里所有人说不可以 你不要留这个头发 你要把它烧掉 要不留一点痕迹把它烧掉 这就是在我们属灵上 告诉我们一个做圣工的态度 我们不要一直讲说 我以前为了教会 为了神做了什么 甚至一直说 这个东西是我献的 那个是我做的 其实做什么都不用讲 你不用讲 神就会帮你纪念 所以这里拿希尔人的教训告诉我们 你要把它烧掉 把这个头发放在平安祭的火那里 把它烧掉 神不喜欢我们做什么事 就一直说出来 我们为神所做的事 并不需要人的来颂养 你要把这些事情在神的面前消失 但是神会纪念你 神会纪念你所为他做的事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拿希尔的人生 祂是一个感恩 侍奉的人生 我们只要是每一个信主归主的人 我们都要来思考拿希尔人的人生的一个精神 感谢神我们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最后来唱诗398首 谢谢大家